大家好,我老肉 今天咱来说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就是蚊子 虽然蚊子本身没什么杀伤力,也没什么毒性 不过它们会传播疾病 说人类大约有300多种疾病是蚊子传播的 每年致病可能高达7亿里 致死人数70多万 所有动物当中杀死人类最多的就是蚊子 其他动物加起来都没太多 绝对是人类的头号杀手 尤其再一个什么呢 就是蚊子分布的范围非常非常广 除了南极洲之外,哪都有蚊子 可能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都被它们盯过 所以说它们这个威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咱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中招,都得防着点 当然了,就算是没被传播疾病 就被它盯一下子也不好受 这个大家都有体会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 每年都要来那么两口,特别的公平 然后盯完之后,种个包是骑马的 养起来我都恨不得给它抓破了 结果还越挠越养了,就这么气人 而是睡觉的时候要来这蚊子 嗡嗡嗡的,能把人烦死 你还总也打不着它 经常是折腾个半宿都睡不好 确实非常讨厌 可能这世界上就没几个人不讨厌蚊子 全民公敌了都属于是 所以这么一来呢 关于蚊子的话题,那可就太多了 比如你会发现,好像有些人特别招蚊子 有些人就还好 所以招不招蚊子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怎么才能不招蚊子呢 这就很值得了解一下 另外科技都这么进步了 人类对付蚊子难道就没什么杀招吗 然后这些高科技的杀招 如果把所有蚊子都灭了 那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个可能也出乎你的意料 其实作为一种动物 一种昆虫来说 蚊子对地球生态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甚至可以说它们在影响着陆地生命的演化 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今天这期啊 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蚊子 那么好多人可能有这么个印象啊 就是朋友啊 家人啊 在一起的时候 蚊子好像会挑人 总有人被咬得很惨 然后也有人不怎么招蚊子 所以被咬的人就很郁闷 特别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招蚊子喜欢 那么坊间流传的说法呢 有这么几个大家可能听过 比如有人说跟血型有关系 说O型血的人更招蚊子 然后还有人说跟身体的酸碱性有关系 酸性体质爱招蚊子 说的好像蚊子爱盯谁这事啊 特别有规律一样 有种暗藏玄机的感觉是吧 所以蚊子真的是根据血型或者体质来决定咬谁吗 其实并不是 比如说血型 O型血招蚊子这个说法呢 其实基本来自日本的一项研究 04年的研究20年前了 当时的实验样本很少 4个血型加起来一共才64个人 说实话感觉不是很有说服力 然后从结果来说呢 O型血确实排在了第一位 但也不是遥遥领先那种 而且研究人员自己也说了 说本研究结果不能有利的证明 蚊子选择血型的倾向 你看人家自己都说不能证明了 结果后来呢 还是传出了O型血招蚊子的说法 所以好多谣言啊 就是这么断章取义来的 然后再一个酸性体质的说法呢 那就更不靠谱了 因为本身酸性体质这个概念 就被认为是伪科学 医学上并没有酸性 还是碱性体质的说法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更吸引蚊子呢 咱得先了解一下 蚊子是怎么找到你的 那么远处的蚊子发现你在这儿 首先是通过二氧化碳 也就是说只要你在喘气 就是在吸引蚊子 不过这没办法 总不能不喘气啊是吧 他们根据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 就知道哪个方向有血和 这个技能跟之前说过的皮虫很像 然后蚊子闻着二氧化碳飞过来之后呢 就发现你和你的朋友了 这时候他会根据三个指标 来决定先咬谁 那么其中第一个是气味 比如说爱出汗的人 身上的汗味就会浓一些 油性皮肤的人 会释放更多皮脂的气味 然后不爱洗澡的人呢 身上细菌的代谢产物味也更大 另外你像是孕妇啊 婴儿 还有月经期 或者化了农妆的人 一般都会散发出更多气味 这些气味里包含的各类化合物 往往都是蚊子喜欢的味道 所以蚊子会先挑味大的下手 然后除了气味呢 还有体温 体温越高的人就越吸引蚊子 也就是说在蚊子看来 相当于是在看热成像仪 哪边温度高就去那边 比如你有个朋友喝了酒了 他体温就会偏高一些 或者刚运动完的朋友 身上也会更热一点 蚊子会比较喜欢他们 而且蚊子通过追踪温度呢 还可以决定落在哪 因为一般温度越高的部位 就代表血管越密集 就更容易吸到血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倾向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所穿衣服的颜色 也会影响到蚊子的选择 具体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你穿的衣服颜色比较深 跟肤色对比强烈的话 蚊子就更容易注意到你 像是黑色深蓝色的衣服 一般就比浅色衣服更着蚊子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不过相对来说 还是气味的影响更大一些 所以总之来说呢 你和一群朋友在户外聚会的时候 如果你穿着深色衣服 刚运动完热的满身是汗 喘着粗气 还喝了不少酒的话 那蚊子的首选目标 基本上就是你了 你就跟他们的梦中情人一样 必须得亲上两口是吧 那么至于蚊子是怎么亲你的 然后当时为什么你感觉不到呢 咱得把他们的嘴 给它放大了看一下 那么蚊子的嘴长什么样呢 可能大多数人印象里很简单 说不就是个针管吗 像个针头一样扎进去 晚上往外抽鞋 主打一个简单粗暴 可能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不过实际上 他们那张嘴 那可复杂了去了 首先一个听起来就很恐怖 说其实蚊子扎你的时候 不是扎进去一根针 而是扎进去了六根 这六根是并在一起的 所以看起来像是一根 然后再一个 这六根针呢 也不是那么生往里扎 他们还配了个针套 就像你砸钉子的时候 是不是都得用手扶着点 是吧 哎 他们这个针套 就相当于把六根针 拢在一起 顺便扶着点 防止一使劲 再把针给崴了 是这么个作用 所以说蚊子这套口气 它是一套非常复杂 非常巧妙的设计 当然这么巧妙的设计呢 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 科学家们就追溯了 这六根针 还有那个针套的起源 发现它们跟其他 蚊虫的口气 也都能对上 基因上有同源性 只不过蚊子这套 功能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说到这儿 有观众要问了 说不就是吸个血吗 犯得上用六根针吗 哎 还真用得上 说蚊子这六根针 各有各的作用 比如具体来说呢 有两根上面带了锯齿 特别特别锋利 蚊子用它来切开你的皮肤 而且因为它足够锋利 所以你都很难察觉到 自己被切了 然后另外还有两根呢 是辅助作用 帮着把皮肤分开 往两边撑着点 方便操作 那么最后还有两根 就是最重要的两根针了 其中一根 会注射一些唾液到伤口里去 也就是蚊子的口水 这些口水里面呢 首先有抗凝剂的成分 防止血液凝固 不然血太稠就抽不动了 然后蚊子口水里 还有些成分 起个麻醉剂的作用 目的是别让你察觉到 因为后面最后一根针 工作的时候 动静还是蛮大的 那么最后一根针 负责干嘛呢 当然是抽血啊 是吧 不过它这一针扎下去呢 未必就能直接扎到血管里 经常就扎歪了 所以扎歪了怎么办呢 那就拔出来重扎呗 不过好在啊 它针头上有味觉受体 能嗅到血管的味道 这么进进出出几次之后 也总能找对地方 扎到血管里就可以开吸了 那么说到吸血呢 咱之前说过一种虫子 就是皮虫 说皮虫吸血啊 全靠那个超有弹性的肚子 好家伙吸满之后 能膨胀到一百倍就很离谱 所以皮虫一次可以吸很多很多血 然后说蚊子这边呢 情况就不太一样 它们的肚子啊 虽然也可以膨胀 但是没皮虫那么夸张 容量上并没有特别大 所以怎么办呢 哎 蚊子搞了个替代方案 叫边吃边拉 你看它前面在吸的时候啊 后面经常会排出个小水珠来 也就是说它吸了血之后啊 马上就会在肚子里 把血液里的营养物质 给它分离出来 剩下没什么价值的液体 随时就排掉了 好腾出地方来吸更多的血 是这么回事 所以虽然它们肚子没那么大 但是留下的都是精华 是浓缩液 营养价值很有暴增 那么蚊子在你身上这一顿折腾啊 有时切口子 有时吐口水 还用针来回扎你 你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呢 哎 等你的免疫系统开始干活了 被咬的地方开始红肿发痒了 你才能感觉到 也就是说等你有感觉了 一掌拍上去 其实就已经晚了 这也是蚊子很讨厌的地方啊 防不胜防说的就是这个 不过你这一掌拍过去啊 大概率是打不着它 然后逃过这一劫之后呢 它就准备去干一件大事了 咱接着往下说 说蚊子的生命周期啊 跟咱之前说过的蜻蜓一样啊 都离不开水 没有水就繁殖不了后代 不过它俩不一样在哪呢 就是蜻蜓得是比较干净的水域才行 水生的动植物都得有 生态健全它们才会繁衍 那么相比之下蚊子呢 可就随意多了 什么臭水沟啊 脏水池啊 小水盆 大水缸之类的都可以 随便有那么一挖水 都够它们用的 甚至有些非旧轮胎里存了点雨水啊 都能生出一大堆蚊子来 就这么任性 那么说母蚊子在你身上吸饱血之后呢 它会先花上个两三天时间 来消化吸收营养 让卵在体内发育好 然后它就找个地方准备产卵了 说有些蚊子会把卵产在水面上 一颗一颗排得整整齐齐的 跟建了个小筏子一样 特别的规则 特别的工整 有强迫症的观众啊 估计会非常舒适 你就感觉母蚊子啊 那真是走了心了 然后说还有些蚊子呢 会像是蜻蜓点水那样 一边飞着 一边把卵产在水里 一粒一粒给它沉到水下去 又或者也有在岸边产卵的 等下雨啊 或者涨水的时候 就被冲进水里去了 反正各式各样都有 不过孵化的时候啊 一定是在水里 说蚊子的卵孵化特别快啊 一般几天时间就能孵出来 它们的幼虫有个专门的名字 叫结绝 至于为什么叫结绝呢 好像没人解释过 我自己考虑啊 它可能是个象形字 因为这些家伙平常的造型呢 就是身体打了个弯 然后尾巴朝上 倒挂在水面下面 有朝左的 有朝右的 这造型猛一看 就有点像结绝这两字 是吧 我感觉有可能是这么来的 所以结绝为什么这么奇怪 非要倒挂在水面上呢 是因为它们在呼吸空气 大家看它们尾巴上啊 有根管子 那就是它们的呼吸管 相当于潜水面罩上的根管子 结绝就这么用尾巴喘着气 然后倒立在水里吃东西 说它们嘴边上 有很多刷毛 一扇一扇的 把水扇到嘴里去 水里面的有机物颗粒啊 浮游生物之类的 它们就吃这个 但是结绝挂在水面上啊 它也不是不能动 感觉到危险的时候 它们就会钻到水下去 反正躲一会再上来 反正大部分时间是挂在那 那么说蚊子属于是 完全变态观众 所以它们也有 画蛹这个阶段 等结绝吃的差不多了 推上四次皮之后 它们就会变成蛹 然后蚊子的蛹呢 也很特别 长得像个豆号一样 也像结绝那样 贴着水面挂在下面 而且其他昆虫的蛹 大家都知道啊 基本上就不怎么动了 但是蚊子蛹不一样 它们仍然非常机敏 一有动静 马上钻到水下去 完全都不像一个 蛹该有的行为啊 是吧 除了不再吃东西之外 其实跟结绝差不多 然后等蛹内部的蛋白质 完成了激烈的重构之后呢 蚊子就准备登场了 蛹背部靠近水面的位置 会裂开一道口子 蚊子就从这钻出来 开启它们生命周期的 最后一个阶段 而且也只有这个阶段啊 它们才变成了 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 不过这个最危险呢 危险的并不是蚊子本身 而是那些利用了 蚊子的家伙们 咱接着往下说 说地球上最早的蚊子 出现在大约2.3亿年之前 差不多跟恐龙一起出现了 也就是说蚊子和恐龙 当年是同时演化的 不过蚊子刚出现的时候 并没有吸血这项功能 它们是吃素的 主要是吸食花蜜 也就是说它们能看真 最初是为了生到花朵 深处吸花蜜 才长成那样的 不是为了吸血 而且就算现在来说的话 大部分蚊子 也仍然是吃素的 说世界上现存 大约有3600种蚊子 所有这些蚊子的公蚊子 都不会吸血 它们主要吸食花蜜 果汁 树叶之类的 靠这个生活 然后母蚊子这边呢 也不是所有母蚊子都吸血 你比如说世界上最大的蚊子 巨蚊术的蚊子们 它们就不论公母都吃素 还保留着老祖先的优良传统 从来都不吸血 这点就很让人敬佩 是吧 非常了不起 所以后来为什么有些母蚊子开始吸血了呢 这倒也可以理解 说到底 它们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因为母蚊子产卵 需要大量的蛋白质 光靠吃素这块 营养就有点跟不上 产不了多少卵 所以改成吸血之后 它们的繁殖能力就上去了 这也让它们成了陆地上最成功的昆虫之一 不论是爬行类 还是两栖类 还有后来的鸟类 哺乳类 甚至各种昆虫 蚯蚓 蠕虫 毛毛虫之类的无疾椎动物 它们都可以吸 食物来源真是一点都不用担心 特别无敌的生存模式 不过蚊子取得巨大成功之后 就被一群看不见的家伙盯上了 就是各种细菌 病毒 寄生虫之类的病原体 蚊子对它们来说 那简直太完美了 到处飞来飞去 还见谁盯谁 特别适合传播它们 所以这些病原体就寄生在了蚊子体内 等蚊子扎针吐口水的时候 跟着口水去到其他动物身上 并且大量增值 然后等再有蚊子来吸血 它们就趁机再感染一只新蚊子 疾病就这么一直被传播出去了 效率非常高 所以以至于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 只要是能被蚊子吸的 那都是被蚊媒疾病筛选过的 要么你产生对抗疾病的演化 要么就被淘汰掉 也就是说实际上 很多陆地动物的演化 可能都已经被蚊子影响了 这一点都不夸张 那么具体到人类呢 目前对人类威胁最大的蚊子 主要有三类 分别是虐蚊鼠 斑蚊鼠和家蚊鼠 其中虐蚊传播的瘧疾 对人类最致命 说每年大约有超过两亿人 会感染瘧疾 死亡人数能超过50万 非常恐怖 那么这其中90%的死亡病例 集中在非洲 而且大约80%是5岁以下的儿童 所以虐蚊对于人类来说 绝对算是头号杀手 然后除了疟疾之外呢 其他致命的蚊媒疾病 还有登革热 黄热病 丝虫病 悉尼罗病毒 日本脑炎 债卡病毒 激孔肯亚热等等这些疾病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说有些蚊子 已经演化成专门盯人了 就很讨厌 那么说蚊子既然这么嚣张 难道就没什么办法对付它吗 哎 办法还是有的 不过科学家们在使用这些办法的时候 总还是有些顾虑 咱接着往下说 说在广州 有个蚊子工厂 用来生产蚊子 而且生产出来的蚊子 会被投放出去 每年投放的数量高达3.6亿只 有观众说广州人疯了吗 这是 是嫌蚊子太少吗 当然不是 说这些工厂里出来的蚊子 它是经过改造的蚊子 而且只有公蚊子没有母蚊子 刚才说了 说公蚊子全都是吃素的 所以倒是不用担心它们会盯人 至于为什么要投放它们呢 是为了消灭野生的蚊子 原来这些公蚊子 都被人为感染了一种细菌 叫沃尔巴科尸体 它们跟野生母蚊子交配之后 母蚊子产的卵就不会孵化了 所以只要释放足够多的 这种不育的公蚊子 就会让野生的母蚊子 产下大量的不能孵化的卵 那么野生蚊子的数量就会大幅减少了 是这么个原理 比如最早的时候 1516年的时候 当时研究人员在广州的沙仔岛 和大刀沙岛上做过实验 前后也就是两到三年时间 岛上的蚊子就减少了83%到94% 岛民被钉咬的次数减少了96%左右 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 那么这种技术虽然有效 但也有个缺点 就是沃尔巴克尸体不能传给后代 所以每年都得生产投放新蚊子 成本比较高 相比之下还有种技术 叫基因驱动 这玩意可就厉害多了 它可以通过基因编辑 让某个基因在种群里自动传播 最终扩散到所有个体 也就是说只要把基因编辑过的 不育的公蚊子投放到野外 那最终所有蚊子都会不育 整个蚊子种群就会被消灭掉 有观众说这不挺好吗 把刚才说的虐蚊 斑蚊 加蚊 都给它灭掉 不就解决蚊梅疾病了吗 哎 说是这么说 但是科学家们也有顾虑 就是通过人类的技术 让某个动物种群灭绝这事 到底应不应该去做 就算这种动物 是有致命风险的蚊子 那也不能这么草率 是吧 而且来说 你即便只打算消灭危害大的蚊子 即便只想消灭某一个地区的蚊子 但是万一这种不育基因泄露出去了呢 或者通过杂交传播给了其他蚊子 那就又出现物种灭绝的风险了 到时候再想阻断这种基因 可就来不及了 所以这种技术 到底应不应该大规模使用 到底应该由谁来做出决策 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毕竟蚊子作为一种动物 世界上有这么多蚊子 它们并不全都是危害人类的害虫 比如已经知道的 就有很多植物是靠蚊子传承的 而且蚊子不论是幼虫还是成虫 它们也是其他动物重要的食物来源 比如说蜻蜓啊 蚊子啊 蝙蝠 鱼类 青蛙之类的 包括最近刚说过的叶鹰 有好多动物是吃蚊子的 完全把蚊子抹去 对它们到底有多大影响 这也需要评估才行 开脑门做决定 那肯定不行 是吧 所以蚊子和人类的纠葛呢 看来是要一直延续下去了 带大家 Viele 可以去再察焦虫子吗 不是 看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